上一个礼拜给大家一份作业 就是让大家操练如何讲道理 但我只看到了一位同学给我作业 其他同学是不是没发上来 或者没时间发上来 对吧 没时间写还是没时间发上来 这个后面的你要自己去操练 你要去操练 你不是操练了 你就吃亏了 就像游泳一样的 我是把游泳的技术告诉你的 我是把打篮球的技术告诉你 你自己也平时去打篮球 去练习 要不然你就热闹了一下 再听了感觉了一下 走过开始的打 我们在天上来覆盛 就是看过我们同学们 在生活当中去操练逻辑方法 操练逻辑学 特别在写作 在历史和语文的学习过程当中 去操练 其他的方面也应该 愿主带点帮助 打高峰耶稣基督民群 后面都是一些练习了 每一次只是提醒大家 这个网课 不像生活当中的一样的 如果我在学校里的教书 学生没做作业 我一般我会把它留下来 把作业做完了 甚至如果在高峰的话 认识技术在学校里头 我让饭堂里头 这同学没做作业 你今天上午跟他提一场饭 不跟他提供饭 它就会好一点 在网上真的只能够提醒一下大家 你愿意做 你不愿意练习 其实这东西逻辑方法 我们觉得逻辑很简单的 你得去练习 你会吗 今天讲了观察 观察与思考的关系 大家知道观察的关字 左边是个什么字 观察的关左边是个什么字 观察的关是 右 右边呢 右边是个键 右原来是个手 在甲骨你的手 你要动手 要动手 幼稚了 又不是个幼稚的形成 幼稚了 按道理它是个手 是个手 你看到没有 是个手 右边是眼睛去看 你不光是眼睛去看 你耳朵去听 你还要怎么样呢 要动手 查呢 去见察 去分别 在观察中去思考 今天我们讲这个方法 你怎样提高你的写作方法 这些方法呢 交给你们了 那观察呢 包括 就两个方法 一个善于观察 第二个情与思考 这两个方面呢 都是相互相成的观察和思考 你如果不善于思考的话 你的观察力呢 是很肤浅的 那如果你不善于观察 你的思考呢 什么呢 这往往是胡思乱想 坐在家里面胡思乱想 如果一个人没见过狮子 那么他思考的狮子是什么 如果他从来没见过狮子 你看中国那个 大家 你们见过那个门前的狮子吗 你们小区 那大门旁边有没有狮子 或者你是哪个门前 看见过狮子 我们是银河门前有狮子 对 你看银河门前的那叫狮子 和它动员的狮子有什么 假的 假的 对是假的 你怎么要不能 我们容易把银河门前的狮子 当作真正的狮子 还有你们广东这边 什么开店的时候 还有什么喜庆的时候 他们的舞狮子 你看那个舞狮子的狮子 和那动员的狮子有什么区别 你有看过吗 看过吗 动员的狮子 我看过舞狮子 我没有见过 啊 我没有见过 那舞狮子狮子是个什么狮子 人伴的狮子 傻和哭的 很卡通的一个这样狮子 笑眯眯的 你看到 那实际狮子呢 你你你不能靠近它 就不能靠近它 那就一般情况也不能靠近了 如果你就靠近了 就是死路一条 真正的狮子 那我们容易被骗了 我们很多人思考的问题 基本上建立在一种假的独习生 一种假的 我前些日子啊 跟一个人传福音 一个人传福音呢 传得很艰难 他今天肯定没有信 很多人给他传过福音 我几年前也给他传过福音 然后我们讨论一个问题 他说中国 因为他已经 他跟教会介绍人在吵架 他老婆来是新主 他说中国啊 跟现在什么 以色列跟哈马斯 然后呢 俄国 俄罗斯与乌克兰 不知道打仗吗 都是国家呢 就是接近一斗争的产物 那国家是怎么样 为什么会有国家呢 那国家是怎么产生的呢 你要去考察 去观察 那怎么观察呢 这就麻烦了 因为为什么呢 那国家是怎么产生的 一个什么 一个历史过程 你要去观察 这到哪里去观察 在历史过程去观察 到那个游牧布鲁里头去观察 去原始布鲁里去观察 你看原始布鲁是怎么产生的 圣经里头记录了那个国家 是怎么产生的 为什么要军王 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要试试了 他要个国王 为什么 因为国王好带领我们征战 带领我们怎么呢 好治理我们 你国家是怎么产生的 我问大家国家是怎么产生的 你观察了这些事实 国家是怎么产生的 为了治理的需要 为了跟别人打仗 我要抱一个大腿 找一个厉害的 个子别往高一头的人 在国家上 跟阶级斗争有什么关系 跟阶级斗争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你被骗了 你被骗了 你这么多思考 是经历这种虚假的事实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 我没有来广东之前 八十多年前 我认为中国的希望 都在管 中国的前途就在管 我没有去北京之前 我以为中国最精明的人 最聪明的都是在北京 我在北京带来班尼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因为媒体是这么报道的 东西南北中发财在广东 北京的大学多 什么北大清华什么什么的 我认为是这样子 因为很多人的思考 都经历这种错误的信息基础上 经历这扭曲的事实上面 你没有认真的去观察 就不能讲 天 生日当中 他也行 买出股票 你们当这爸爸妈妈 有没有搞股票的 有没有搞股票的 有没有 买股票的 买股票不是犯罪啊 我没有说买股票 我已经想 我不是折审判了 我上个逻辑学课 不是应该审判别人的 我是问一下 你了不了解股票 我不了解 我又说夏老师是个乡下人 股票什么东西都没有摸过 股票交易所在摸过 不知道 那我很感谢上帝 我身边当中有一些人赚了钱 赚了几万去投资股市 基本上学本无回 当然有的人赚了钱 赚了钱就在想 他们有一些手段 有一些 等候我就不讲了 别大部分人 一头油钱进去了 一只老鼠出来 我不去买股票 我来深圳今年27年 我们买过一毛钱的股票 不说完全没有钱 我怎么知道的呢 我在2000年的时候 我和我们公司里的老总 我去河北去考察了一个企业 是一家上市公司 我们替他做形象包子 它是叫国企 股市就是你来劝老百姓的钱 因为国企没有资金 它需要目击资金 股票 你可以买股票 但是你不能退回去 是吗 股票产生于荷兰 然后壮大于英国 你可以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 比如说你可以炒 可以转让 你不能够退 所以这么一个制度 对于诡诈的中国人来说 对于那些喝粮性的中国人来说 是个发财的机会 因此那些要死不活的国营企业 它就被一个好的公司给吞并 比如说我当时去的国企 不讲它的名字 很大很有名的一家国企 它是赚钱的 那么周围的公司都不挣钱 那怎么办呢 它把它兼定 成立一家大型的股份公司 然后在上海或者在深圳上市 每股原来是一块钱 知道吗 那至于股民呢 你们这片傻瓜 这盆韭菜 第一批第二批炒来炒去的可能挣的钱 到了最后对的时候呢 就既古传华 一定是输的 这就是一个陷阱 一个合法的陷阱 我在2000年的时候跟我老板出去考试我就知道了 我就这么知道的 我从此以后 我就劝我身边的人都不要买 但是我不上场写文章 因为经济学方面来 我并不是上场 尤其是横广经济学的 不上场 因为我来自于这个农村里面 比较便宜 所以自己从小 他们摸个几个钱 还要去专门研究经济学 有一点不合情理 同学们我讲这个过程是什么 思考的前提是什么 思考的前提是什么 你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 你要好好地观察 你要去观察 了解真实情况是怎么回事 你思考才有意义 好 讲一个观察力的弱的故事 就容易被套路 你很容易被套路 大家知道什么叫套路吗 什么叫被套路 被欺骗 被欺骗 被耍了 被忽悠了 这里是贝尔实验室 大家 杜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难道是观察力差的人 就容易被忽悠吗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 有没有特殊 有 你反正跟着你妈妈走 你现在你多大 跟着问问的同学 你多大 我12 对12 你做什么事情 跟着妈妈走 妈妈替你做好了 会不会会 因为你 你们也观察力 但你妈妈都观察了 你很强 为什么这么的跟你爸妈走 因为你还小吗 比如说 你到哪里去读书 去哪个学校 是你自己观察到的吗 你有什么观察力 你这么小 是吧 你们都真学了 去哪里去 对 安全的 他们也有观察力 你父母也有观察力 他们会把随便往火坑里扔吧 不会随便把你找个学校 把你丢过去 是吧 就是说一般是这样 观察力弱的人 容易被套入 再讲一个 这是一个故事 一个英语翻译过来 贝尔老师 他贝尔是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 他要做实验 做实验 他也是在学校上课 这是一个特效药 特效药是 大家来模仿老师 老师就把一个手指头 把那个溶液杯里头 生一下 吸来口 然后学生在这老师的样子 也做来一遍 做完以后 老师就问学生 你们观察到什么 现象没有了 学生不知道怎么回答 老师说我让你们尝药的味道 让你们模仿我 你们很有勇气 愿意学老师的谦卑 但是你们做错了 为什么呢 老师用粘 粘这个液体的是食指 那放进了手指 嘴巴里头的这个指头是中指的 实际上我什么没有尝到 但是这学生当中有一个学生叫柯南道尔 大家知道柯南道尔是谁知道吗 柯南道尔 富尔摩斯的一个作者 富尔摩斯当然他后来也没有成为科学家 他成为了一个显震探小说的作家 被老师这段课来对他记忆 印象非常深刻 在科学上面的事情 你要不但要勇敢的去做实验 还要认真的去观察 如果你观察错了的话 你就会让笑话 这个陈茨业的这个 富尔摩斯他就常常观察生活 各种各样的事情观察人和物 这在西方还有很多的版本 贝尔还是别人的一个版本 有一个版本说老师 说实际上是一个分辨的夜水 学生也尝了 把老师也捉弄了 那有很多版本 我找到的一个版本就是贝尔 贝尔跟贝尔老师跟柯南道尔的 一个这样的故事 就观察力太弱了 那么怎样提升观察能力呢 俄国有个作家 也就是前苏联的叫高尔基 高尔基为了锻炼自己的观察能力 他不仅一个人随时随时的训练自己的眼睛 他还有时到跟他朋友一起进行比赛 他们在街上去观察 有一次高尔基安德利耶夫布林 这些人呢都是前苏联时代的 很多有名的人物 他们三个人一起去观察一个人 那个布林 高尔基 高尔基是文学家 他是描绘那个人在脸上长板上 灰色的衣服 还在西藏的手 那个最观察能力最强的人叫布林 布林说这个人是一个骗子 后来问那个餐厅里的服务员 说这个人呢确实是个骗子啊 接着那个名声很臭啊 我去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 老师的观察能力也很不好啊 我这个人的观察能力很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社会经验不足 我对很多人和事啊 我吃过很多的亏 为什么 我观察能力很糟糕 但我知道我很糟糕 我知道我很糟糕 我问大家 我们观察人是怎么观察 然后讲到这两个观察师啊 我看到一个观察人一个手你看到吗 观察人观察室啊 五个方面手脚口耳和目啊 手呢可以去摸 脚呢你去丈量一下多少步啊 口呢可以长耳朵呢可以听 目呢可以看还有鼻子可以闻啊 但是没有写所以写在这里头应该还是鼻子可以闻啊 各位同学你觉得怎样观察 如果那你在观察一个人啊 观察一个同学 或者是观察一个家庭 你打算怎么去观察 我问大家 先看 先看 在听 在听 因为我就是盯着那个同学备 嗯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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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都啊 其他东西我把这个打开了啊 这个小方块啊 一个方块让我来看到谁在发言 没这个小方块 我不知道谁发言 你们还有什么观察方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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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观 嗯 嗯 我告诉大家 我我从前啊 我是个没有什么观察能力的人啊 中国历史上面也有个人很有观察 就是中国烦恼 他他观察能力很强 他人知道这些人哪些人可用 哪些人不可用 他观察方法来用儒家的经典 中国烦恼他不擅长于做学问 他搞研究 他考进士啊 可他两次都没考上啊 他背书啊 从早上背到晚上 他已经课完才背完 但是这个人啊 他有个优点啊 就是说他做什么事情呢 执行合一 做事啊 做事能力很强 那郑国藩呢 祖政堂呢 郑国近代史上面那些有名的人物 还有毛泽东啊 他们观察 我给你讲个故事 有一次啊 毛泽东呢 在延安 延安呢 延安不是一个延安 抗日军政大学嘛 军政大学里头有学生啊 很积极热心学习啊 然后毛泽东呢 为了培养共产党的干部嘛 他就经常会找到人聊天啊 说点什么东西啊 就是 其实有一个学生呢 很积极很热心啊 然后毛泽东也很欣赏他的文章啊 他做事的干领呢 拿到身边呢 在培养 有一次啊 有一次啊 毛泽东抽烟 这种摸口袋没有烟 你知道吗 你在抽烟的人啊 有时候摸自己的口袋怎么样呢 摸不到烟的时候会怎么样 你见过吗 那抽烟的老烟枪啊 摸到口袋里头没有烟的时候会怎么样 到处摸 到处摸 那个学生呢 就很积极的把口袋里抹一包烟出来 给他 毛泽东就发现这个细节有问题 你是来沿岸这里学习 把工作的 你怎么知道我这么喜欢抽烟呢 而且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抽什么牌子 或者什么烟呢 毛泽东就很简直了 就跟那个身边的人说 把这个人都吊走 不要让他在我身边上班了 后来一查怎么样呢 查的时候呢 就派人去查 这个人到底是什么 发现是蒋介石派过去的间谍 在毛泽东身边去做间谍的 我讲这个故事跟你讲 毛泽东观察力很强 看观察力的角度是哪个角度 是这个军事需要 那个人呢当然也很聪明 他知道要查他的时候 他马上趁延安跑了 跑到跑回重庆就来了 然后名字我忘记了 我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说 尤其是你做什么事情 对有些人真的很有观察 你没有观察能力 那真的是一个损失 很多人大气 不过不是一个人什么观察能力都有 它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理由 有些人在这方面观察能力很强 在另外一个方面观察能力不强 是吧 比如说毛泽东他在这个军事 在政治斗争方面呢 他观察力的人力很强 但是在经济方面 对经济的发展 发展的情况 社会他就很难捕捉得到 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样子的 那我给大家讲 观察了你们 你们读过威斯敏斯特信条吗 男友同学读过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 不要说你学了 你读过吗 读过吗 读过吗 全部是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 那你就摆了 我说我说我 你是混 你可能不不了解 11月份 清教徒的文献 在威斯敏斯的现场 男生能读过吗 我说问一下 你没读有花言 你要来读了有花言 没这个意思 我只是什么话什么关系 其他同学有没有读过的 读过 反正我是没有读过那个 一般请问一下这个 一般是改革症教会背景的人 非改革症教会背景的人 一般不会有兴趣的这个东西 他第一条论到人 自从犯罪了以后 人的自然之光都已经瞎了 都是扭曲的 人要会观察自然 就必须用圣经做放大镜 圣经是我们灵魂 我们观察生活的放大镜 否则你看不清楚 看不准 看不明白 我们原来的我们的天性 我们的自然之光已经被免去了 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为什么我学历史 我上历史课之前 要大家什么 把圣经读两遍 所以曾学生 你得把圣经读两遍 最好学习一下小教理问答 为什么是个小教理问答 知道吗 因为你没有这些东西 你就观察了你很弱 跟世界上那个人没什么区别 你只是出生在基督徒家庭的仅此而已 就像石头放在泡菜坛子里头 你除了你的酸味以外 你还是一块石头 是吧 我知道我在观察了你很弱 我今天呢 我就透过圣经 圣经就像大家看过那个放大镜 那放大镜为什么能够把东西给放大 让你看得清清楚楚 它真的有两个凹凸镜 是不是 圣经就是凹凸镜放在一起的 能够把东西给放大 让你看清楚看明白 这就关注我们生活的观察了 而且没有的人就在世界上面得写 这个人你看他脾气很温和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江浙人 江浙人那边的人无人软语 说话就很温和 这个人火爆火爆的 为什么火爆火爆的呢 因为他是山东人 他个子很好 北方人嘛 东北人呢 性格很直爽 你听过这种人弄掉没有 你听过这种弄掉没有 这种人都是近视野 蜀联的近视野 哎呀 中国人呢 为什么呢 喜欢专制啊 因为专制把中国人养成了奴才的习惯 这种人呢 就缺少圣经的观察 因为人生呢 都是这种 都是罪人 不是养成的 专制不是中国才有 西方传统的也有专制 野蛮也有 斯巴达的人就是野蛮 你如果没有一个放大镜 没有一个圣经 人刚把我的扭曲了的眼光啊 回回来 你会继续扭曲下去 知道吗 知道吗 所以你提高自己的观察能力啊 那今天呢 我不是给大家讲圣经啊 是讲提高观察能力 那你怎么提高观察能力呢 当然那个 你在生活当中呢 要去写作 写文章 昨天我看了我女儿得志记啊 好不好 她们写的那个作文 我跟她说 我说你写的很写实啊 爸爸年轻的时候呢 也喜欢写这种文章 很写实的 把一些生活给记下来 很好 你要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要学习这样的写实 记录自己的生活 我在批改你们的作业的时候 很多同学 还是很热心的做作业啊 比如说李悦艾特蒙啊 还有好多同学都是 家喻成了 做作业都很认真 还有了无成站了啊 好多好同学 我摸一下名字一下子 我上包收不上嘴了啊 都很积极 我都鼓励你经常显日记 显日词啊 去观察 去观察 比如说啊 这篇文章啊 朱志钦的背影 朱志钦的背影 为什么写得好啊 他在观察他父亲 你看看啊 背影里头 我把他文章啊 截了一点点过来了啊 他被啊 我把我看很多同学们 读读读语 稍微接着 朱志钦呢啊 出去出院啊 好像是读书啊什么 然后他爸爸呢 送他来啊 上火车啊 这正经一个故事 一个小故事啊 我说他爸爸你走吧 他往车外看了他说 我买几个橘子去 你就在此地别走动 我看那边月台的柵栏外 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 走到那边月台去穿过铁道 去跳下去又爬上去 父亲是一个胖子 走过去自然要负些事 我本来要去的 他不肯 只好让他去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 穿着黑布大马褂 深青色棉包 盘散的走到铁道边 慢慢趟升下去 上步大栏 可是他穿过铁道 要爬上那边 越他就不容易了 他用两手盘着上面 两脚再向上梳 他肥胖的身子 向着微情显出乳丽的样子 这是我看见他的背影 我的泪很快的流了 要来以前的民国时期的那个 那个铁火车站 今天这火车站这么先进 也没有这么封闭 所以看旁边月台 人可以升到月台 还有那个柵栏 而且栏杆还可以翻上翻下 就是这个意思 他爸爸是个胖子 胖子你知道爬栏杆是非常费力的 但是为了他儿子 能够吃到橘子在路上 他愿意去努力 这一点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好 因为中国人很含蓄 不是说 My son I love you forever 不会讲这些儿子 我爱你一直隐隐爱你 他不会讲这些什么 这些深情表白的话 像西方电影里的那些话 也不会讲 那么中国人爱另外一个人 他怎么说的 我跟你搞得吃的 比如说你妈妈 把外婆家去 你爷爷 你爸爸 爷爷和奶奶家 奶奶不会说 我爱你 我爱想对你 他不会说话 在干嘛呢 你想吃什么 我跟你搞得吃的 中国民间那个宗教 昨天我给大家讲过 讲中国历史 中国民间宗教是什么 民间宗教是什么 一句话 是吃 叫什么 一句话 好像大家都说的 你饮食为天 你饮食为天 那我们表达爱怎么办 表达呢 我也表达我很爱你 不会说 绝对不如一般熊小 不会说我爱你 他会给你搞点吃的 这是一种 你要透过蜀林的眼光 看着观察这个事情 但是这种宗教影响生活 刻骨铭心的 因为他生活的点点滴滴的 他就跟你 这个父亲爱自己的儿子 他会怎么样呢 他不会说 他 I love you 他不会敢出生这个话的 但是我跟你 你待着 我给你找几个吃的 几个橘子 我们前些日子 我们回带小孩 回外婆家 我们亲戚走的时候 还跟我还含着的零食 其实我们也吃不完 来来吃那么多零食 再会给我们打个包 找快递过来的 因为他表达他的爱 他一定是给你搞点吃的 通常是这样的 然后有一些开车回家的 会开车回那个父母家的 人家在那个尾箱里头 跟你塞什么东西 你们说同学们 你观察你的生活 也会爷爷或奶奶或外婆家 人家车后又给你塞什么 还会 他们做了菜 还有留给我们好吃的 对呀 对呀 有观察 我亲戚们也是到处给我 招待我去请客 请请请请 爷爷爷爷爷 就是到处去吃东西 为什么让你吃东西 因为他很爱你 他很喜欢你们家 你们来了很开心 但是他嘴巴不会这样 我爱你 爱你的 你们出来让我们跟他 他不讲这些话 他就跟你搞点吃的 这个爸爸也是这个父爱 所以我的内很快就流下来了 明白了吗 我的内很快就说 儿子看到爸爸很爱他 他就哭了 这朱志钦的背影 在小学课文上面还是中学课文上面 公立学校 我不记得 你们这里也没读过公立学校的 这篇文章是小学的还是中学的 我不记得了 中学的 中学的是吧 对 大家去观察 在生活当中 你要去观察 这些 这些别人观察到我去观察 你还可以 你要自己的观察 观察和思考很重要 你思考的时候你去观察怎么样 你会观察的很有趣 那如果你只会观察 只观察不思考什么的 那你就是很被动 不然只思考了 你知道整个人的针教啊 就是啊 你以思为天啊 怎么回事就说不上 怎么回事 老师 如果不观察 不思考光观察 那是不是坐在那里发呆啊 有可能是的 有可能 这也就是发呆 那个我们在丽江去游玩的时候 丽江嘛 在云南的丽江 那云南的少数民族 生活很慢 生活很慢 跟那个深圳 一个在天 一个在地 那么很多深圳人 那个要死 他就哪里去了 就去还有上海人 上海深圳人 这两个地方的人特别多啊 到那个云南丽江去啊 他们去观察 真的就是发呆 就像你说的 就发呆一样 因为平时生活太忙了 他就背个包啊 在那里头 放在那酒店里头 住上五六天啊 到处走啊 扯东西啊 他就在发呆一样 因为他太累了 他不想思考 他就不想当脑子呢 他就整个木头一样的 坐在那里头 然后发呆一 就发呆一 我去过一次啊 去过一次 好 所以我讲的是观察啊 就是你要去观察 观察不同的人的特点 你 我是这几年才学习一下 怎样观察 我的观察能力 观察是跟我同学们交底啊 我的观察能力很糟糕的 那自成呢 现在耶稣以后呢 我观察能力 有所提高吧 有所提高 包括观察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呢 这些 就是观察来的 有没有别人教我 好 我们观察有第一手资料 我们才能努力思考 一个人呢 大家看啊 这篇文章是鲁迅对观察啊 孔一己啊 孔一己啊 他观察这鲁迅呢 平时啊观察 那个中国知识分子啊 孔一己是一个站着喝酒 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这个日语啊 这日语是中文啊 他身材很高大 清白脸瘦 作文间 时常夹着一些伤痕 一部烂蓬蓬的花白的胡子 穿的虽然是长衫 可是又长又破 似乎十多年没有补 也没有洗 他对人说话 总是满口知乎者也 叫人半懂不懂的 因为他姓孔 别人变成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一己 在半懂不懂的话里面 替他取下一个绰号 叫孔一己 孔一己一到店 所有喝酒的人便看着他笑 有的叫孔一己 你脸上又提上心伤疤了 他不回答 对柜里说 闻两碗酒 要一碟回香豆 便摆出酒闻大浅 他们又故意高声朗道 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 孔一己正大眼睛说 你怎么凭空雾人清白 什么清白 我前几天 前天看见你偷了 我家的书 吊着打 孔一己便战红了脸 说 额上的情景 条条 赞充 真变道 切数 不能算偷 切数 无数人的事 能算偷吗 便接连便是难懂的话 什么君子不穷 什么这户之类 引得正人都轰啸起来 殿内外充满了快活的兴器 这里再描写一个中国旧式的知识分子 他本来打上重举的想考一个秀才 因为清朝费得了可举 很多知识分子就没有出入了 他只会捕这些上大人口 自护贼也的书 然后他很落魄 所以他保持这种读书人 我讲中国历史的人 你人会思考 中国有两个社会阶层 一个是贵族阶层 一个是君子 一个是小人 中国有两个阶层 小人还是普通老百姓 那个君子西方叫Gentlemen 由于翻译成Gentlemen 就是君子 君子是贵族 小人是普通老百姓 这么回事 那么统一级 他本来想成为贵族的 他们受教育 但是贵族还没搞成 所以他穿长衫 穿长衫 但是他也没蹬子坐 站着喝酒 他是个生 我们中国人讲的是什么 这是个 命比 心比天高 命如紫薄 小姐的心 丫鬟的命 或者说奴才的命 什么公子的心 这么一个很奇怪的人 很奇怪的人 就鲁迅先生就观察了这个人 他的身材很高大 但是营养不良 清白脸色 这问题来讲 真正被人家欺负和打 他不是真正的贵族 穿到肠上 收了体面 他希望成为一个君子 成为贵族 但是又没有钱 又长又破 加上这种知识分子很邋遢 不讲卫生的习惯 讲的话来说读的书比较多 读的什么书呢 不是现代书 那些知乎哲义 那些考秀才 考举人的书 像是半段不懂的 这种一个很奇怪的人 一个很落魄的人 就来自于社会底层 但是又想成为社会贵族 上层人员 而没有路 就像我们今天的大学生 出生于社会底层的大学生 爸爸妈妈是农民 但是自己好不容易读过大学 你知道大学你能进了吗 烟草局你能够去上班吗 上不了吧 对不对 那个十月公司你能去的吗 没机会给你去 对不对 你只能干什么呢 在深圳 在北京 在上海某一个小公司里头 看能不能找一份财士 或者是什么快递 以前还在台资企业 像我这种人 在台资企业里头 打一份工 就这样的嘛 你会读书 你会写文章有什么用 谁稀罕你 你就孔一级 我就是个孔一级 各位同学 我的孔一级这个人非常 出头之路 好工作跟你无缘 大企业 真是油真是化 烟草局 电力能源通讯 那就好工作 年薪几十万的 跟我们没关系 你就去民营企业 或者说台资港资企业里 找个工作 就这样 实际不行就出生快递 就是这个现代 为什么孔一级的这些文章 鲁迅先生写的文章 到今天为止都是很畅销的 大家知道吗 很畅销 就是孔 鲁迅有个观察能力非常好 他观察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 孔一级 润土 少年润土 还有那个小林嫂 还有那个阿Q 这些都典型的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物 他描写的很到位 好像我一看就是 孔一级嘛 以前我觉得孔一级很好笑 后来自己学校毕业出来工作的时候 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你看我觉得也喜欢写一些文章 咱不也跟孔一级差不了多少 对不对 以前觉得孔一级是别人 你发现孔一级是自己 以前说鲁迅是少年润土 少年润土 以为我自己是少爷 别人是润土 少年润土大家读过这批文章吗 我这里没有 你们读过吗 鲁迅的 大家读了吗 我们以为别人是润土 描写的很好 观察力非常强大 非常强大 我没有读过 有机会 我们以为别人是润土 后来发现自己长大四五四十岁的时候 发现自己是润土 年少的时候天中无暇 给人家玩了 长大了以后发现自己还是社会底层 别人是老爷 我们不是老爷 小老师肯定不是老爷 对不对 你给那些领导 什么局长 我现在跟同学们讲 你认识你们当地的政长吗 当地的局长你认识吗 不认识吗 人家是老爷 我们是什么呢 是润土 我们女的呢 是想你少 我们呢 还是虚异 真的 很多 就是 我讲这个事情 不是说 推荐大家 一定要把研究鲁迅的小说 而是 这种作家的观察能力 真的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不管西方 也有很多的伟大人作家 观察能力很强 比如说俄国的托伊夫斯基 那个社会观察能力很强 他选择个罪乏 还有 我比较感兴趣的美国 我经常给大家讲的 美国的杰克隆东 对美国底层社会的那些工人 妇女 你们要学得很好 我很喜欢看他的《月亮谷》 也现在呼唤了这些小说 观察能力好 好 我们休息一下同学们 我们9点27过来 9点27过来 这是推荐一下 你听到多少 消化多少是7点27 我不是专门推荐书的话 我现在 可以有症状 小小小是什么 色系的 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 这美国小说 也现在呼唤 还有《月亮谷》 这个是杰克隆东的 这个是杰克隆东的 美国作家杰克隆东 还有那个 《特斯坡亦斯基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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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掉我的手 我的脚 我的骨头 我都能输过 他们等着眼看我 他们送我的外衣 为我的里面就野荷花 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救助啊 求你快来帮助我 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 救我的生命脱离全力 救我脱离狮子的狗 你已经领远我 使我脱离野鸟的脚 我要将你的命 创与我的弟兄在灰州 我要赞美你 你们尽为耶和华的人 要赞美他 雅各的侯意都要荣耀他 以色列的侯意都要惧怕他 因为他没有藐视着 无守护的人 也没有想他烟灭 那首哭指呼语的时候 他就追击 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 是从你而来的 我要在尽为耶和华的人面前 光我的愿 谦卑的人 彼此的保证 寻求耶和华的人 彼藏美他 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 离野鸟 野鸟 jos 鱿 最怕誰呢 耶和華是我性命的爆炸 我還去誰呢 那作惡的就是我的籌筆 前來吃我肉的時候就把蝶蝠躺 雖有軍兵暗影攻擊我 我的心也不害怕 雖然心起到壁攻擊我 我並不求安穩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 我仍要尋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張揚她的容美 在她的殿裡求問 因為我遭遇荒蠻 她必暗暗地保守我 在她瓶子裡把我藏在她 張牧的隱密處 將我高舉在龐石上 現在我的一安手 高過四面的籌地 我要在她的張牧裡 我會遭遇荒蠻燃心 我要尝試歌頌 耶和華 耶和華我用聲音 呼籃子 呼籲的時候 求你一句聽 並求你來學我 應援我 你說你忙當 尋求我的別 那時我心向你說 耶和華你的臉 我正要尋求 不要向我延綿 不要發怒當主仆人 你向來是幫助我的 救我的身啊 不要丟掉我 也不要力氣我 我父母無力氣我 耶和華必收留我 耶和華求你講 你的大指教我 應我籌敵的緣故 引導我走皮囊的路 求你不要把我交給 敵人隨其所願 因為王座堅針的和口徒 雙眼的起來攻擊我 我落不幸在活人之地 得見耶和華的恩惠 就早已上當了 要等候耶和華 當中當堅固你的心 我 好 好 剛才給大家講 觀察十可 既然兩位有名的作家 國內的一個朱志青 和那個魯迅的作品 給大家推薦了 托斯托耶夫斯基和 俄國的托斯托耶夫斯基和 美國的吉克隆東的小說 他們的觀察量力很強 但是思想能力的 不見得多好 欣賞你的優點吧 什麼叫觀察呢 叫專注 你要專注 你專注什麼事情 要認真 我們就 你要觀察認真了 你要學習認真 什麼就學習認真 什麼叫認真 中文叫認真 認真 什麼叫認真 那真在哪裡 你沒想過 當同學 你要認真的 認什麼真 認什麼真 所以我們看一下 一個人專注和不專注 有什麼區別 大家玩過遊戲嗎 尤其是男同學 你能夠放大進 把火柴給點燃 我們小時候玩這種遊戲 當然有時候 也幹了一些壞事 把一些草 什麼東西去點燃的 放大進去把火柴給點燃 幹過嗎 哎呀 男同學玩過沒有 女同學可能不 男同學沒有玩過 男同學沒有玩過 那方大進 聚焦陽光 對呀 我只點多指 我玩過 對 男同學玩過 為什麼能夠點燃 你做了實驗就知道了 你不做了實驗 你沒去觀察 就跟城市人空談了 就像我們教會裡頭談什麼 我要把整個生命性給主啊 哈利路要這麼多 講那些大話 堅久了什麼 我不想來聚會了 怎麼講大話 這事情你去觀察 其實覺得很有趣了 就我們今天這段課 主要是講觀察和思考 要觀察和思考 你去專注 其實呢 要專注就想把這個放大進 把那個火柴點燃一樣的 放大進在太陽底下 你對著火柴照過去 對著那個焦點 那個白色的一個 它光反映一個白色的焦點 把那焦點對著火柴上面點 它一會兒就燃 就點燃 還有一個 我給大家一個專注 你們有沒有搞過比賽 你就說端著一杯水 端著一杯水去那個去跑 你能跑多遠 跑多快 不准潑出來 不准潑出來 一杯水 一杯水 端著誰跑 還不能灑出來 對 不會的 有這麼難的比賽 你們玩這個遊戲 對 對 遊戲呢 遊戲跟一個勺子 勺子放一個雞蛋 好 不能掉下來 就像個小鋼勺 放個咬個雞蛋 你跑 人跑多快 跟端著水一個道理一樣的嗎 看你能夠我們那個玩遊戲比賽 就是這樣 這是我剛才告訴你這個什麼道理 得要專注你知道嗎 你要手上端著一杯水 你稍微怎麼樣呢 你要手怎麼樣呢 換一下怎麼樣 他手會潑出來了 所以要潑得最少的那個人 這先到達正點的 明白 其實一雲嘛 是這樣的 他勺子也是來把雞蛋 他勺子上面可以搞個雞蛋 然後其實稍微晃一下就被掉下來 就是這樣什麼 還有以前我們學校裡都搞比賽 騎自行車 騎不是騎得最快 哪個是最慢的 比賽 騎自行車跑的最慢 你們比高高正比賽嗎 我跟我弟弟玩過 我們以前都出生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路比較遠 很多人都騎自行車去上學 那麼很多同學都會騎自行車 這就是一個遊戲活動 給你們講什麼 叫專注 要專注 人專注的時候 為什麼人喜歡遊戲水平呢 很容易提高 有些男生遊戲水平提高 因為他專注 他學英語不專注 讀聖經不專注 但是他玩遊戲很專注 所以他遊戲水平提得很高 我以前遇到一個男孩子 他學各個成績都不懂 但是他遊戲玩遊戲的水平很高 一罐一罐一罐都打不去 因為他為什麼會這樣 都是一個人 為什麼讀書成績不好 為什麼玩遊戲的水平就很高呢 讀書不認真嗎 玩遊戲很專注 是這樣的 那我們呢 操練 這東西要操練 人不是生來都要一點多專注 要操練 以色亞書 大家同學讀一下看看 讀一下以色亞書 33章45到16 大家同學讀一下 大家同學讀一下 你再說 平時公益說話正直 憎悟欺壓的財力 你白手不受賄賂 賄賂 賄賂 不受賄賂 白手不受賄賂 塞爾不聽流血的話 畢眼不看邪惡的事 他必居高處 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尖壘 他的糧食必不缺乏 他的水必不斷絕 謝謝 正是講的專注 你專注於神 你專注於 專心跟神走 那你就行事公益 說話正直 正物呢 不義之財 不受賄賂 不聽流血的話 威嚇的話 也不看 畢眼不看邪惡的事 就專心跟神 就專注就產生了 生命的力量 有些人為什麼生命沒有力量呢 你不專注 你燈高一下 西高一下 你經過抓魚的嗎 你們同學 兩隻手能不能同時抓兩條魚 兩隻手能不能同時抓兩條魚 反正我不能 我也沒見過別的人 可以 可以 要看那個魚多大 正常的魚 你不能說死魚 當然是活魚 水裡頭活魚 我說去抓魚 肯定是水裡頭活魚 不管多大 只要是水裡頭活魚 河裡頭 池艙裡頭 你不能夠往裡頭魚 我是說去抓魚 抓魚肯定是在河裡頭 或者在吸水裡頭去抓魚 你不能在水桶裡去抓魚 現成的 你去抓現成的魚 而不是現成的魚 不是別人已經抓好了 但是你去抓牠還不容易 你到河裡頭去抓魚 到池艙裡頭 你兩隻手能不能同時抓兩條 我就沒見過 別人我沒聽說過了 你兩隻手同時抓什麼 抓一條魚 有可能抓掉 如果牠有些魚很靈活的 你還抓不到牠 我想我在24歲以前到7歲的時候 17年之間 我幾乎每年都會出去抓魚 我們屬於東亭湖邊緣 在紫水流域一帶 我們老家 夏天來的就是天氣炎的 那些水溝裡頭 洗水壁的池塘裡頭去抓魚 我就沒見過一個人 兩手同時能够抓兩條魚 我講這個道理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大家在去抓魚 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在講什麼道理 你要專注 就在想要專注 專注要認真 做事要認真 你不能 好 所以呢 給大家一個建議 你要天天堅持 寫觀察日記 每天呢 至少寫百字 還記得嗎 我給大家 以前吩咐過 你要多寫 其中一個寫來講 你寫觀察 觀察生活 這些東西沒什麼寫 觀察你弟弟 觀察妹妹 觀察媽媽 觀察哥哥姐姐 觀察螞蟻 觀察樹葉 觀察風 觀察電風扇 還有電視有什麼觀察的 有時候完全地面上爛了的感覺 什麼的 你把你覺得有趣的好玩的 記憶深刻的 都把它寫下來 這樣子你天天堅持 你就發現你跟別人的不一樣 人生就像走路一樣的 我以前我跟我的同學 我們很多同學都在一起生活的 堅持就不一樣 一天兩天堅持一天兩天 堅持一個禮拜 你看不出有什麼區別 但是你堅持一年的時候會怎麼樣 就不一樣了 你寫著水平就不一樣了 我贏的比喻給大家講的 就鍛鍊身體 平時我以前我記得我一個同學 我跟他玩得很好 我們身高都是一米六六 我們學校畢業出來的時候 他一米六六我一米六六 我營養不良 他一穿就這麼高 然後我兩個人甚至差不多 然後我畢業以後我堅持鍛鍊身體 比如說跑步 我每天都會跑步 或者說搞點什麼運動 项目 算了一天兩天 但是有一次我們十年以後見面 大概十年以後見面的時候 他比我矮了一截 我長到一米七零了 他還是一米六六 為什麼呢 我們的收入差不多都是教書的嗎 因為我鍛鍊身體 寫文章也是一個道理 你堅持每天寫一百個字 你一天兩天一年 甚至一個月都沒什麼區別 但是一兩年下來 你的寫著水平跟他是一個截然不一樣 我們在師範的時候 很多同學我們都師範的同學 都是長大就是出來當老師的 有一些人也寫文章 寫得蠻不錯的 但是過了十年二十年 他還是原來那個水平 也沒怎麼寫 然後我自己呢 我能夠寫 我們很多同學能夠寫幾本書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一直在堅持寫 就這麼一個區別 你精神寫的聲音就閱讀了 人是這樣的 有些人不喜歡讀書 為什麼不喜歡讀書 因為你沒有行動 沒有觀察了 你觀察太少了 你讀很多書了 就像胖子一樣的 你吃了很多杯飯 你沒有消化 是嗎 當然主要我這裡給個圖片 人生就像走路一樣的 大家經濟都在蕭老師這裡上課 都走在一起 但是慢慢會分岔會分海 因為你們努力的方向不一樣 努力的程度不一樣 就這樣 我們要前面是講個觀察 下面要講思考 講思考 那麼思考的時候 你首先怎麼呢 你也有一個志氣 整個人叫志氣 甚至的原話叫信心 志氣的一個目標 什麼叫志氣啊 而志是怎麼寫的 下面是個形 上面是四一支劍 是啊 你的心腦有個焦點 你要追求什麼 你要追求什麼 什麼 你才會去觀察什麼 對 你沒事你不會觀察垃圾 哎呀張同學 我們去觀察一下垃圾 你會去觀察垃圾嗎 垃圾頭裡有什麼東西 你去觀察嗎 你會去觀察嗎 我問大家 你會去觀察垃圾桶嗎 不會 不會 會啊 很噁心對不對 很髒對不對 很髒很噁心 所以一個人的觀察能力 要首先來自於他的信心 他的志氣 你追求什麼 你才會去觀察什麼 打個比方來說 我們講 我們叫老大 比較喜歡花花 比較喜歡 所以他觀察著那些設計的東西啊 他就比較多一點 比較多一點 我們叫老大呢 男孩子 他就喜歡 而且樂高啊 喜歡什麼呢 喜歡戰爭啊 城市啊 車啊 他也喜歡那些機械性的 而且動手的 我們家的自行車也是他 裝的啊 他去觀察 我們家的那個什麼澱粉扇啊 還有什麼器械都是他 他就去裝的啊 他喜歡吧 他去觀察這方面的東西 比如說 我們這老三呢 就喜歡看地理啊 這些昆蟲啊 植物啊 東西來的方向 有時候我搞不明白 這東方來南 東南西北的時候 他早就搞清楚了 這個地理環境啊 他就喜歡這些東西 每一個人呢都不一樣啊 每個人觀察的重點和焦點都一樣 像我今天啊 我就喜歡觀察什麼 喜歡觀察人的宗教信仰 喜歡觀察人的生活方式啊 喜歡觀察歷史名聲啊 喜歡觀察那個社會的走向 我就很喜歡觀察這些東西 那你這根本的一個東西呢 你要人生一人 你的人要遭就啊 你不要觀察別人家 有沒有關門的話 去偷你的東西 對不對 有些人真的是這樣的啊 我們在深圳的時候啊 不是深圳那時候 都有那種民房比較多嘛 城鎮村比較多 有人是專門觀察 你什麼時候出門 你什麼時候鎖門 你們家幾個人 你什麼時候回家 他為什麼觀察這些東西啊 他想偷你家的東西 對 偷你家的東西 有些自行車啊 我兒子的那個滑板車啊 他就被人家脫了 還有很多的自行車被脫了 因為呢他就專門偷你自己的那種 那種房子 因為我們家清算有人 所以都加錢了 我以前啊 我單身的時候 房門也被人家敲了啊 有些女孩子的項鍊呢 手錶 手錶被人家脫了 我們家兩個手錶被人家脫了 你觀察你 首先是你信心 你的志氣啊 或者建立信仰啊 你信什麼啊 你追求什麼 就是這個可能 要寄進你的思考 然後呢 要找到你的愛好和轉場 每個人都不一樣啊 各位同學 每個人的特長愛好都不一樣 一千人呢 有一千個樣子 你要找到自己的恩次 首先是信仰 然後呢 然後才有恩次 你都不信耶穌來 還有什麼恩次不恩次嘛 只有愛好和轉場 都不一樣的 你父母要觀察偶女 觀察偶女 她擅長什麼東西 知道嗎 我老婆啊 她以前妻子啊 她以前有點自卑 我就觀察她 我說你啊 你的優點是動手倫理很強 你不常常說話 社交 你動手倫理不動 然後呢 你刺苦來勞 你沒有別人那麼啊 受傷的那麼 巴命靈的 但是你刺苦來勞 你跟著我們 然後呢 然後她去學習搞雕塑啊 做手工啊 我說你做這個方面的事情 你教孩子 把你的優點呢 教個孩子就行了 每個人的 你要去觀察啊 做父母的 要觀察兒女 如果你老婆或者是老公呢 比較自卑 你去觀察她的優點 你就鼓勵她 你不要拍馬屁啊 你怎麼辦呢 小朋友你怎麼辦呢 這什麼話啊 什麼的棒 棒什麼 哪裡棒 你很講不起啊 你們聰明啊 有些就拍馬屁啊 還記得我講拍馬屁和安慰有什麼區別嗎 同學們我們已經講過拍馬屁和安慰人有什麼區別 一個是虛假的 一個是真誠的 還有呢 老師 我覺得拍馬屁就是 故意去鼓勵那個人 我記得很多春光屋裡 那些春光屋裡 就是他 就是我在講講 這不重複了 以前講過的 已經講過了 有些同學是新來的 就沒辦法了 不講了 會觀察一個人 會欣賞一個人 我們做老師的 做父母的 又會欣賞人 你不會欣賞人 你暫時不做父母 你不會欣賞人 就不要做老師 你不要害人 有些人很有才華 自己很聰明 但是呢 講的話 講的話 尖酸 刻苦 說話就像刀一樣去扎人 那就不能 你不要做老師 你不要 我們有點 就是說 哪怕他最小的人 最卑微的人 我們從他身上來 有沒有發現優點 也會欣賞人 然後呢 你把這優點那個放大 發揮自己的恩賜 哪怕一千兩銀子 可以做千兩銀子的事情了吧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家老五 三歲 我就發現他很喜歡打掃衛生 情況 我就這樣保管你不錯 你打掃衛生 經常跟爸爸屋子掃幾下 算了掃對不對 沒有垃圾的地方 掃到有垃圾的地方 有垃圾的地方 掃到沒垃圾的地方 就這麼掃了掃去的 但是他很願意去掃 對不對 要欣賞他的優點 也會欣賞 要發揮自己的 然後鼓勵他呢 發揮自己的恩賜 讓每一個人找到自己的編輯 不是說這個父母跟俄女找編輯 每一個人找到自己編輯 有一些東西你就不擅長 就像我一樣的 在語言方面 我能夠把普通話講好 已經不錯了 我們講那個一年級 二年級的語文都是我老婆 我妻子在講 因為她普通話不標準 我怎麼努力 我的普通話都不是特別標準 雖然我盡可能講慢一點 讓大家聽得懂 大家聽得懂嗎 我講話你們聽得清楚吧 我盡可能講慢一點 但是你也講個很純正的普通話 比較費勁 你每個人找到自己 觀察你觀察什麼東西 我就想像現在 我就觀察文字 我喜歡買書 我觀察社會發展歷史 觀察人的宗教信仰 觀察社會人情事態 我就很喜歡幹這種事情 我不會觀察天文現象 我不會觀察數以怎麼成長 我不會觀察經濟發展的一些細節的方面 我不會對不對 我也不會觀察各種武器的發展情況 現在美國的武器發展到什麼程度了 中國的武器 我不會去觀察 因為這個東西跟我沒有關係 那不是我應該關心的事情 對不對 你要找到你的邊界 找到你的邊界 好 那最後呢 當你觀察的目的是幫助 目的是幫助 凡事呢 要不求自己的益處 要讓別人得益處 通過你的觀察活動 你會產生怎麼樣呢 對別人的作用 你剛才說我們觀察了什麼 觀察了人家出門 看他在紀念症出門 紀念症回家 誰在家裡頭 走家鎖門的 轉幾圈 他在那門擠什麼 那你就想偷人的東西 那我們觀察的目的是什麼 觀察人有什麼需要 叫守啊 基督徒叫守啊 你願意為誰守啊 各位同學 你願意為誰守啊 你就去觀察誰 就像我一樣的話 我比較關心的是小朋友 下一代人 成為上帝敬請的後裔 我就很喜歡觀察小孩 我跟別人聊天 你幾個孩子 現在孩子在讀什麼學校啊 現在讀什麼啊 現在發展到什麼程度了啊 我就很喜歡關心這些問題啊 現在就是什麼教育方式啊 現在聖經讀了多少遍呢 為什麼關心這些事情 因為我通過觀察什麼的 我才能夠幫助到人 我才能夠服侍什麼 那聖經們要我去解決烏克蘭跟什麼 跟俄羅斯來打仗的問題 我解決不了對不對 看有沒有讓我去解決什麼 台灣的同性戀的問題 我也解決不了 不需要我去解決 觀察這麼多東西 我只要關心的同學們 你們的學習情況如何 做意完成情況如何啊 你們有沒有在努力啊 那我也很喜歡觀察這些問題 你知道嗎 整治什麼意思啊 發生問題 給別人帶來幫助啊 不是偷人家的東西啊 或者是吧 去陷害人家 尤其能觀察啊 這個人呢比較老實 那我可以怎麼呢 我可以利益他呢 做牛做馬 那個人呢 家裡面的條件比較不錯啊 他家比較有錢 我可以找他 適當的是借的錢 或者說他關係比較多啊 他家家庭背景比較好 他爸爸是公安局的啊 他爺爺是燕草局的啊 我跟他關係好了 怎麼樣我觀察到了啊 怎麼呢 找關係啊 這不同的人呢 不同的訴求啊 有一篇文章啊 叫阿摩斯書 大家翻譯一下 阿摩斯 阿摩斯書呢 我講一個觀察與思考啊 觀察與思考 那邊啊 典範這文章啊 阿摩斯書的主題啊 主題或者主詞就是 上帝的公平和公義啊 因此追求 有人呢 是反映反過來說 上帝的審判 憤怒 也沒有錯啊 也沒有錯啊 只是呢 你從哪個角度講的 那我們呢 以這篇文章的主詞 是阿摩斯書 唯願公平如大水公共 公義如江河淘汰 這公平是上帝的公平啊 一樣的寸陀 一樣的呢 法馬這個公平 公義呢 上帝的話語 在生活當中呢 在彰顯出來 就是憑公義好憐憫 從前輩的心與生同行 公義啊 這核心的點啊 那麼呢 阿摩斯啊 第一次觀察 世界稱先觀察他的啊 阿摩斯書第一章 到第二章之節 他是觀察以色列 觀察猶大 觀察呢 亞蘭啊 首先是亞蘭 是大國 當時是很大的國家啊 亞蘭 然後呢 觀察菲利斯 觀察推羅 觀察以東 觀察亞門 觀察摩亞 再來的猶大和以色列 這些啊 國來都是三反五四的犯罪 他們呢 犯了一些什麼罪啊 他這個 你如果不關心時事啊 那個時候還沒有報紙 沒有媒體啊 我說你原來上次 真正報道了一下 都是阿摩斯書 阿摩斯去觀察 去打聽到的 把這些挪在一起啊 那麼呢 第三章 到第六章 重點講呢 以色列阿摩斯 從南國拍到北國去 以色列有哪些敗壞 不是說僅僅那些啊 啊 請求 哎呀 要認罪啊 要悔改啊 要跟著主要認什麼罪 認什麼罪 我認我認什麼罪 啊 要跟著神啊 要僅僅的抓住神啊 不要啊 這種話啊 就是要不痛不癢 這是什麼 我不想罵人家 我像在同學面前 我不想講髒話啊 但我聽到是很老火的 你要認罪 要認什麼罪 要悔改 悔改什麼樣的行為 整個具體的人 你看阿摩斯啊 他講的啊 一個是啊 你們善良社會先知啊 先知 善良社會的人 三章的啊 三章 你們怎麼樣呢 犯了罪啊 犯了罪啊 你們個老輩啊 然後呢 啊 啊 第四啊 在這個宮殿裡頭 上馬列的宮殿啊 擾亂和齊啊 搶奪財物啊 啊 繼續啊 不行政治的事啊 這是你們家的罪啊 然後呢 第四章講什麼呢 嗯 你往伯特里去犯罪 伯特里是一個敬拜的地方 按道理說是教會 但是告訴你們 你們那個教會是假教會 伯特里是假教會 啊 你去吉假了 吉假也是假教會去犯罪啊 你們敬拜的這些東西啊 都是行事化的啊 啊 啊 上帝呢 用宅火啊 啊啊啊 來什麼 你們就去量啊 然後呢 不降雨給你們啊 然後呢 上帝要沒了 都是因為呢 你們有罪惡啊 哎 還有其他什麼罪惡呢 然後這第 這依法連啊 我們看了 就很多了 我這超少的給大家講一下啊 然後你看第八章啊 欺負啊 窮罰人啊 啊 然後呢 大大小生斗啊 賣出小生斗 手銀呢 大著大生斗啊 用詭詐欺壓人 用銀子嘛 平安人 捏上鞋子賣賣掉窮罰人 等等等等等等 這些事情怎麼樣 都是按摩師在北部觀察到的 還不像今天呢 叫喊那些口號啊 你看到嗎 然後才說他們違背了道德力啊 還知道了相認的報應 你們人饑餓並非無餅 肝口並非用無水 那是因為人不替衣服回來 你這麼講怎麼樣 就比較到位了 知道嗎 否則你怎麼就在亂發言嘛 亂說話嘛 就是思考和觀察 它是緊密相連的 第三一部分呢 是叫阿摩斯對全人類的審判 以及上帝額女的附近 這個部分不是觀察世界 預言的 預言將來的 第七章到九章 預言的 特別是第九章 第九章審判 不是第七章 就要來講 那些人 第二章 都要來講 我們先講 過去 要來一會兒 我來講 這次 一個 一拍 一拍 二拍 一拍 第七 第八张 他有很详细的观察 同学们在聊天吗 你们在 哎呦你们不要聊天吗 跟你讲了 这上课的时候专选上课了 39个人我看你们 就这个事情就是说 你的思考和观察呢 要一致 要同时进行 不要喊口号 你一起文章 不要喊口号 大家知道吗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看一下你们的作业 我应该布置了个作业给大家谈 这个作业不要你们做 读一遍 就不要你们搞了 你自己这个作业不要免了 这个免了 我以为呢 我不要你们做 你们就做什么事情呢 作业给大家呢 你就写这个观察日志就行 好吧 有没有什么难处 你们觉得有没有什么难处 写观察日记就行 天天想观察的 好不好 老师写完以后要教吗 不要不要讲 你们就自己坚持 每天坚持就行 好吧 爸爸慢慢监督一下 爸爸慢慢站不站 监督一下 你天天不可能天天 发到我的微信群 发不来 你天天坚持就行 好不好 你不要懒 不要偷懒 每天坚持写 对啊 对啊 你们有什么事情自己私聊吗 这个我一个上课的时候 老师前面上课 学生在下面聊天 都不好 我们就结束祷告 我们来天上的父亲 就是鼓励我们同学 安慰我们同学啊 每天坚持行观察日记啊 把观察和思考 紧密联合在一起啊 不要离开观察 不要离开思考 思考了也不要离开观察 像按摩师一样的 愿主带领帮助我们同学 能够熟度按摩师书 不要把这圣经 放在那里的词汇 变主怜悯和带领帮助我们 祷告方文 约束记得明明